歡迎加入網眼看世界 這個上海 美式賣場是在8月底的開幕了 也掀起了一陣搶購熱潮 門口長長的人籠 把整個賣場都擠爆了 而在大批大批的消費者當中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媽 當然婆婆媽媽都喜歡到賣場來採購 不過大陸的大媽們 她們可是很重要的經濟指標 你起來看到 這些婆婆媽媽 她們眼光很精準 而且相當的有號召力 當某項產品獲得 她們的青睞之後 在短短的時間 就能吸引到大量資金 所以外國媒體特別 給她們創造了這個大媽一詞 英文也就是大媽 這個意思就是大媽經濟 她們認為這群婆婆媽媽 是影響了世界資本的 一個重要力量 那麼在美式賣場當中 大媽們買名牌包 也買茅台酒 實力相當驚人 短短時間就把貨都掃光了 業者也是看到了商機 年底會在上海再開一家店 重慶更要開到六家店 那麼除了這個大陸的大媽 不容忽視之外 最近在南韓也掀起了大媽的話題 這是女星李真盈 是不是覺得她有點眼熟呢 就是這個電影 《寄生上流》當中的女管家 那麼也因為寄生上流這部片 讓出道多年的她爆紅 最近接拍了新戲 是一部網路漫畫改編的 驚悚電視劇 她在戲中演出了一名房東 乍看之下相當的親切 就跟一般的房東一樣 有人想租房子 她就會熱情的介紹 但其實 私底下是有不為人知的一面 收縫自如的演技 讓這部韓劇才剛剛播出 有好多網友光是看到這個預告 就覺得心裡毛毛的引發了話題 那麼講到了這個南韓大媽 有三位的南韓大媽 今天是變成了焦點 因為她們試吃了台灣的泡麵 覺得天啊 實在太好吃了 一口接一口的吃 還豎起了大不止 說要給台灣的泡麵100分 新聞記者在連線的時候 常常是狀況百出的 最近美國加州這一名女記者 她在連線一個警匪追逐的新聞時候 居然是說出了 她企圖訪問死者 不過死者暫時沒有辦法評論 不知所云的報導 被網友撒作文章 記者